但是這一輪指數的反彈 我擔心就已經完了 因為它已經過度去反映了市場對於政策的憧憬 在現階段因為拆息的高企 也都擔心香港可能7月份 6月不加息 美國7月怎樣都要加的了 現在加0.5、0.25 到時有by time 看多一轉CPI的走勢 那些資金是去一些比較防守性強 現金流比較強的龍頭股 包括好像今天說分拆華孕新能源 在深圳市場上市 如果你試一下提華孕新能源分拆去香港上市 我想反而市場會跌 因為香港這一邊現在的指數 由月頭到現在到剛剛過了一月中 現在才暫時有多少個進漲呢 5月就很窮的 5月的指數跌了差不多有8%左右 差不多8% 5月的時候的指數呢 恆生指數我講的 其實是跌了一枝大陰燭灌下去的 先高後低的 跌了8% 8.3% 5月我們跌了1,660點 6月現在呢 其實都未補回5月那一棍了 5窮 但是6呢 雖然不是太絕 有1,400點的進漲 差不多 但是違反條數呢 我們都未可以收復失地 那麼今天叫做美市跌幅 收窄了一半 是因為市場對於政策有憧憬 還有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 國家主席是接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但是市場也都不應該有太大的一個憧憬 中美科技戰、貿易戰、意識形態之爭 是可以用兩天的一個探訪來去緩和的 不過今天呢 南下的資金恢復回淨流入 下週流入的會多些 那麼南下的錢上個星期五是有96億走了 今天呢 就回到70億 但是北上的資金呢 繼續都是淨流出 還有就算是一些基建類的股份 上個星期爆升了之後呢 今天都是很黏的 還有A股呢 那個跌幅呢 是比港股大 好像一隻390那樣 最終埋單 中國中鐵都是要跌的 那麼你可以說 上個星期升了 今個星期那一陣 是啊 通常所以走一天的而已 那麼上個星期升了4% 今天跌都 我真的跟著你 說到這個人 我跟著你 是大約會 我可以說 你應該說 我應該說 我應該說 那我應該說 我也應該說 很這種人 我應該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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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